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倩 今天介绍的这部影片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 房页上的燕脂窝,亲情,墙上的中共发,爱情 影片按照路西寻找生父和初恋情人两条线同时展开 路西生于单亲家庭,母亲去世后,直留给她一个笔记本 这个本上记录着母亲所写的情诗 根据这个线索,她借着度假的名义来到意大利乡下寻找生父 路西的到来,像带着某种特性的玫瑰香 她无意逃到任何人,可男人还是甘愿折服于她 19岁的路西,身材妙慢,混搭着温柔和野性自美 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性感和诱惑 最关键的是,她还是个处女 但导演并没有立即展示着美好的肉体 无论是奔跑中的路西,还是玩乐中的路西 总给人一种从群下脱溃的即视感 而这番暗示到极致的情欲心头 正好为无数男人求得偷香找到了完美的借口 刁刷家选择多年后,在夜晚拿起画笔给她做发 刷家阿里克斯虽然病入膏肓,依然深深迷恋着她 有女朋友的男人千方百计地想要凯游 自自以训练演技的方式,骗路西一个吻 对于这些男人的挑逗,迷恋,路西都不为所动 因为她早已方心暗许 这个信得路西青睐的白马王子妮可是她的初吻对象 四年前,她和母亲曾经来过这里 妮可给她写了一封信,成功赢得路西的方心 此次再次归来,路西除了寻找生户 另外一个心愿就是找到初恋情人 因此,她对别的男人的嗜好,通通拒绝 只是没想到,再次见到妮可 她已变成发花公子 在镇上到处聊妹子,处处留情 到路西目睹妮可和别的女人亲人后 她崩溃了,原来自己苦苦醉醒的那个人 是个渣男 在这段懵懂的恋爱中 只剩下路西还在原地傻傻地等待 妮可的感情生活,自由性,无所为爱 因此,她见到路西躺胸露乳的画面后 满脑子都想要得到她的身体 路西给了她这个机会,在后院的野地上 两人亲吻,忽摸 此次经过纠结后,路西叫停了接下来的干彩烈火 因为路西想要寻找灵欲合一的生命伴侣 妮可却给不了她 疑似到了这一点,路西果断推开了妮可 飞到房间,气不成声 亲生父亲没有一点眉目 自己喜欢的男人又背叛了自己 本以为到这里来,能寻找自己的归宿 没想到,只获得了失望和伤痛 为了寻找生父,她遇见中年男人就问 你打尸过腹神吗?七五年八月你在哪里? 她只能依靠自身的魅力和仅有的线索 寻求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导演把情色放大到最大 每个被路西怀疑的胜负对象 都想把她赞为己有 阿里克斯总是想把她转入自己的怀里 森保公学经常盛秘密地看着她 幸好最后,她找到了亲生父亲 也找到了真正爱她的男人 则是自己从来不成正眼看过的男人奥华 那封令她最心动的信 作者原本就是奥华 一面最后两人依偎在大榕树下 看西洋西邪 路西问,我为什么哭了? 因为我想吻你 然后她便在那个大榕树下 把自己的十九岁的征兆给了她 在光影的扑朔下 拥抱,亲吻,轻柔,深色地做爱 当这份先后的爱情分手的时候 奥华跑远了,掌头回来笑 那也是我的第一次 她低头笑,点头,朝房子走去 阳光下的大地有金黄的光泽 大片的葡萄林和田地到秋天会结满果实 她们都期盼着,这是新的开始 电影中的意大利小镇看似于事无争 死字物欲横流 路西四面的人,吉夫,是一水的艺术家 伴随着她们,还有大麻,杏,史王,派对 而这个十九岁的少女 却始终接定自己的恋爱观 舞会后,她知道所有人都在窥视她 于是,她将继就继 和英国帅哥给他们演了一场戏 既满足了镇上人的偷窥欲 又填补了自己,偷窥别人的内疚感 此次路西还是原来那个路西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 因为爱,才有幸 这才是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爱情观